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入苏菜粒 培根 虾仁 植树碎一定要多来一点 200度烤上20分钟 用罗勒碎点滞一下 一口一个的海鲜培根披萨就做好啦 蛋塔皮压扁之后直接烤 就会变得非常的酥脆 在烤好的塔皮中间挤上奶油 叠上一层塔皮 放上喜欢的水果 我用了草莓 蓝莓 还有芒果的 打包起来 准备出发去露营了 春天的气温刚刚好 微微的凉风 搭配着蝴蝶酥小蛋糕 真的是太惬意了 快 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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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